欢迎来到拆解球星 和车神一起探索历史传奇 欧洲向来盛产大个子球员 但少有顶级后卫 尤其是1米9上下身材和正常人相似的球员 有人认为欧洲这种身材 运动天后好的都去踢足球了 不过Tony Parker算是一个例外 如果不考虑东西棋这种2米多 号称是空位的现代怪材 霍尼帕克就是欧洲历史上最好的后卫 而他在选中的时刻 没有人能想到这件事 据说帕克早年也钟爱足球 不过一次夏季去芝加哥旅行 目睹乔丹的比赛让他改变了主意 但在法国打球不太容易受到NBA的注意 他跟很多欧洲后卫一样 借助在印第安纳波利斯举行的 耐克篮球峰会一战成名 在那场比赛 帕克拿下20分7柱402段 也引来NCA级所大学的注意 不过帕克还是留在了法国 并且在2001年被马斯选中 据说波波维奇最早不想选帕克 他对欧洲后卫并没有什么兴趣 但是帕克在马斯下营的比赛 让波波维奇产生了兴趣 艾弗里约翰逊走了之后 马斯后场一直人员凋零 零年季后赛 甚至要启用37岁的特里波特来打手法 这也让帕克第一年 竟然就能在一支真冠球队 打72场手法 方现在简直稳锁未稳 首轮末段新秀 能打手法都算厉害了 何况在一支真冠队 这里主要原因还是 马斯实在后场太缺人了 但是帕克也不能低估 他在和97年第四顺位的 Antonio Daniels的竞争下 最终拿到首发位置 也能看出帕克的水晶不俗 远不是首轮28顺位能体现 帕克第一年场均9.2分 不过季后赛打出了场均15.5分 第一年的帕克展现出的比赛内容 一定程度反映了他的生涯主要特点 他的速度非常快 在快攻的时候可以过掉对手 但是投篮动作像是推射 命中率也非常糟糕 帕克缺乏持球投 他的中距率需要站稳之后才有命中率 同时作为控球后卫 传球很平庸 而且失误很多 但我还是认为第一年的帕克 以19岁新秀的标准来看 已经强道发指了 你看看现在NBA哪一个19岁新秀 能在争贯队伍里打土 能在马次胡人这种冠军战役里 作为队内第二特分手 跟一阵扣比过招的 固然这里有马次后场确认的因素 但是帕克在短暂而高水平的季后赛里 展现出了极其出色的素质 Hollinger非常看好新秀帕克 他认为帕克展现出了像 凯文·Johnson一样的爆发力 而第二年帕克就跟着邓肯 一起拉了冠军 这个号称史上单核度最高的冠军率 帕克输出了一个首发级别的水平 场均14.7分 真实命中率只有46.8% 帕克第二年就是冠军首发 这件事也是在历史新秀里 二十军生的存在了 这件事当然本质还是 邓肯和马次奇太强 不过能在这种冠军队打首发 对于塑造一个新秀来说 可以认为是质的改变 在别的新秀 还在常规赛里打一些 技战术水平低下的比赛时 帕克已经在打水平最高的赛时 和科比 记得这些一阵后卫过招 见识到了顶级的攻防 这些东西都对帕克的新秀养成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詹姆斯 杜兰特 用了十年时间才抵达罗马 而帕克就出生在罗马 虽然帕克起点很高 但是接下来几年 他的成长比较缓慢 在黑暗防守时代 进入内线非常困难 内线非常拥挤 到处都是斜防 帕克相比新秀时期 优化了自己的抛射 他的近况区域能稳定 打出40%以上的运动率 而0506赛季取消handcheck 对帕克是一次质的改变 帕克可能是21世纪 最爱突破攻防的后卫 在0506赛季 帕克在0-30区域出手战比 达到了46.9% 几乎每两次出手 就有一次要达到篮下 而同年邓肯只有32.1% NBA历史上 可能没有任何一个后卫 有如此之高的攻防战比 Waid和Westbrook 生涯从来没有超过 45%的篮下战比 同时这年帕克场均18.9分 生涯首次场均得分 超过了邓肯 新规则让科比 FCN 詹姆斯 这些外线得分手紧喷 同样也帮助帕克 打出了他生涯最高的篮下产量 同时借助新规 帕克真实命中也暴涨6点 达到58.4% BPP2.8也达到生涯新高 这年开始 帕克基本形成了他的进攻攻格 一个专注于突破攻击的后卫 打到篮下是帕克的终极目的 而帕克能频繁轻松杀到篮下 核心关键还有一个人 就是邓肯 邓肯和帕克的挡差 邓肯在03赛底已经渐渐在阵地战扮演重要角色 也能帮助马刺阵地战 不至于过于依赖邓肯的低位发起 而随着邓肯进入30岁 渐渐受到各类伤病侵蚀 马刺借助党差发起 已经成为和低位并驾齐驱的战术 06年帕克百回合打党差7.3次 而邓肯低位则是8.6次 同时这年帕克党税的得分率 已经要稍高于邓肯低位的得分率 帕克见掩护一步突入进去的步伐非常之快 邓肯的掩护其实也不需要非常磁石 帕克就能找到通过的空间 有的时候 邓肯就是在那卡住追防人一秒 帕克就可以冲过去直击篮下 而且他瘦小的身躯 有时候也可以直接穿过两个人 面对帕克这种外围投射欠佳的选手 当时的防守者就会采取绕防的策略 逼迫帕克去投中距离 但是他实在太快了 快到足以绕过对手的后卫 尤其在右路 帕克走左路没有那么好 经常会在左路直接转身往右 那这里又提到帕克的招牌决机 转身 帕克的转身还是太厉害了 也是他的招牌动作 历史上没有一个后卫这么平凡 能在三秒距离使用这种圆润的转身动作 他往走调动对手中心之后 然后一个向右的转身 一堆护框内线很容易被帕克甩开身位 然后被他轻松打进 他的转身有不少细节 比如说对手内线一般对帕克的挡拆 会手成退给掉一些空间 但是帕克太快了 他突过来的时候会在对手身前接一个转身 大个子还是会被裹 帕克有时候也会直接用挡拆小打打 现在后卫小打打都是直接投 而帕克则会用节奏变化 晃动对手的重心 一个右侧转身过掉 然后打进 帕克的转身和其他动作的衔接非常柔顺 除了挡拆切入以外 他面框单打之后的crossover再接转身 也是他的常用招式 他可以从弧顶45度 包括底线任意位置发动转身 但主要还是走左路往右转 帕克转身的核心在于平衡性 节奏感 重心把握 以及他的速度和体型 一米八八在这里绝对是优势 只有这种身高的后卫 才能把速度和灵活性结合得如此之好 过了人就是篮下终结 而帕克的终结同样是后卫之最 在0506赛界 帕克在0-30命中率达到了70% 而同年的韦德和詹姆斯 作为历史上攻框最好的几个特异之一 都没有帕克这种命中率 同时帕克还有更高的产量 在现代空间如此之好的情况下 攻框魔王Westbrook没有一年达到70%的篮下命中率 帕克强大之处在于他顶着斜方人 依然可以扔出极高的效率 他并不是每个球都要转身过掉 从右路突破 他很多时候要顶着干扰出手 依然可以保证命中率 同时帕克也可以在篮下停球 做出投篮甲动作 晃起防守人 然后从另一侧出手打进 帕克只要来到篮下 就想来到了他的主场 有五花八门的方式完成中间 防不胜防 这时跟防守人的身高也没有关系 面对一个灵活矮小充满假动作的人物 再高大的呼框人都会觉得头疼 05-06赛季的帕克篮下铲销 可能是历史后卫之罪 当然这里跟新规则出来 裁判对于持有的把控有一定关系 但在这一年 他能比詹姆斯韦德打出更好的攻框铲销 还是太可怕 可以认为这一年帕克就是历史攻框最强的后卫 至少从数据上是如此 帕克的巅峰年份其实有很多 从06赛季进入巅峰水准之后 一直到13年帕克都保持着极高的竞争水准 一般最广为人知的是 07年帕克拿到FMP那年 但是07帕克的水平只能算中游水准 一轮虐菜的系列赛刷点分 代表不了这个赛季 帕克真正开始成为马斯第一定谋核心 是在080度赛季 某种意义上 这也是第一个帕克带队队赛季 这年他砍下生涯最高的场均22分 还有6.9次主攻 回合战略高达31.7 助攻率则突破了40% BPM3.6生涯最高 马斯真正开始围绕帕克的主攻和传球来驱动进攻 从数据为多 你甚至可以认为 这年他是持球大合打法 攻传一体 这年帕克也打出了生涯气候赛最高的场均28.6分 还有6.8处 首轮第四场还砍下了生涯气候赛最高分43分 不过因为基诺比利赛季报销 这年西部第三的马斯 首轮1比4就被小牛下课上淘汰 我认为虽然一定程度可以去怪基诺比利受伤 但是马斯围绕帕克来打明显看得出上限不足 他虽然有了持球大核心的气氛 但是并不具备真正持球大核心的水平 当然也有一种观点就是 这年帕克队友太差了 除了基诺比利报废 36岁的芬利 34岁的奥伯托 37岁的科特图马斯 以及38岁的鲍文 实在太老了 帕克已经打出了他甘有的水平 就是退友太差了 这种说法也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我认为帕克的纯实力距离冠金球队的绝对老大 依然有差距 其实这年他们淘汰了小牛 也打不过阵处于巅峰的胡人 这年是帕克数据最好的一年 也是帕克生涯第一次入选举架阵容 他拿到了一次三阵 接下来两年 马斯又有变化 进攻中心又开始偏向于基诺比利 尤其是在11年 甚至打出了61阵西部第一 但是季后赛履历都非常惨淡 11年甚至遭遇黑八 终于12年开始 帕克再度成为马斯老大 也开启了他第二种巅峰棋 12到14时期 帕克是马斯第一进攻箭头 也收获了三连二阵的硬荣誉 这段时期 马斯在拥有丹尼格林和伦纳德 两个极品特异之后 又重新开启了冠军之路 这三年 人们经常记得 2013年邓肯返老还童 2014年伦纳德新人崛起 而容易忽略 这三年实际马斯最好的球员 托尼·帕克 帕克这几年 在技术层层上再度多数转变 12年开始 他发起党赛 成为马斯最重要的进攻核心讨论 他百分的党赛次数 也跃升到十次 已经接近现代核心空位的追踪 12年和13年 帕克进攻复活极大 年年接近三成回合战率 超过四成多距离 同时经过多年苦练 帕克也逐渐成为了中距离大师 从早年只有30%多 现在能投出45%以上 而且他不再依赖定点 而更多采用持续中距离 可以借助党差之后的空隙 直接出手 另外早年一直被诟病的传球 这两年他也愈发精准 他不仅传控数据出众 厂商的花样也更多 他不仅仅能依靠挡拆送出传球 丹尼格林成为他的好伙伴 利用丹尼格林的底线空间 帕克传低脚信手念来 他挡拆后也不拘泥于 传给外拆或者顺下队友 而能找到更多球员 视野日益出色 至于快攻传球 则本来就是他的拿手好戏 帕克打快攻还有一招是 先拖到篮下 吸引夹地再甩给外星 仿佛脑后爽眼一般 这两年帕克可以被认为 是一个传球大师 他克服了早年球团报告里 认为的中距离不稳定 床控失误多 视野差的问题 真正成为了一支总决赛 乃至西决球队的老大 常规赛 旧游赛都是对内得分王和助攻王 我认为一三帕克 基本上也是他的完全体 这年他30岁 相比年轻时期 他的中距离和床控大幅平生 而且比赛心态愈发成熟 不过一三年总决赛 第五场腿筋拉伤 导致他最后两场效率很低 没有取得一个完美的结果 这年帕克在西部 是马斯当仁不让的绝对老大 三轮系列赛全部高场高桥 每轮系列赛都是对内得分王 而且表现压制对手后卫 我认为2013年的帕克 是最强帕克 他距离以最好球员带队的冠 只差一条腿筋 而2014年的帕克 其实下话很大 和一三年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对于帕克的评价 经常有一句话 帕克不是第一空位 但是他负责送第一空位回家 我一直认为这句话 本是吹邓肯的 或者是用来吹马斯的 用来吹帕克还是太胡家胡为了 不过邓肯对帕克到底有多重要 还是会有很多不同观点 有一种观点认为 帕克纯靠邓肯才能走到这一步 最极端的认为 帕克没有邓肯就是纳胡拉 一位邓肯球迷曾经跟我说 基诺比利没有邓肯 还是基诺比利 但是帕克不会是帕克 我认为这句话对也不对 首先我认为没有邓肯 帕克肯定在NBA混下去 他肯定也不会是纳胡拉 以他的天赋 他刷场均20分并不算太难 在NBA打磨几年 成为一个蒙塔埃利斯式的 速度型空位完全可以想象 没有邓肯 不在马次 帕克肯定可以有数据 这点不用怀疑 但是没有邓肯 帕克的成长路径 可能会出现偏差 以蒙塔埃利斯为例 刷场均20分对他难度不大 但是也仅仅只有数据 一个有天赋的球员 打出数据不难 难得是同时还能在一只 激后在球队里 打出正面的比赛价值 从这点来说 我认为不在马次 没有邓肯 帕克绝对成不了 03年19年那个帕克 邓肯确实是历史上 最好的掩护人之一 帕克的一部分 由邓肯铸就 他的比赛方式 由邓肯的一半构成 没有邓肯 帕克找个别的什么 黑粗硬挡拆 也能冲到篮下卡20来分 但是对比赛的意义完全不同 邓肯和帕克的挡拆 和其他挡拆不同 马龙斯托克顿 或者纳什小斯 他们的风格是 后卫都能持手头 而大哥都有暴力顺下 和外拆中投 而帕克持手头早年不行 后期射程也到不了三分线 而邓肯早年是个低位内线 他打党拆顺下不够暴力 外拆中距离不够稳定 但是他们偏偏围绕党拆 打出了一支 长年西部第一的冠军球队 这里的核心价值还是邓肯 邓肯一直到生涯晚期 37岁的时候 都兼具党拆掩护人 和低位威胁 这时这套党拆 就能打出诸多变化 比如说邓肯掩护之后 会迅速向里切入 如果帕克没有突进来 他还能回球给低位的邓肯 这时候又可以形成一次低位单打 同时在后期马次 他们在强侧打邓肯帕克挡拆 落策的球员依然会有些战术 比如说戴尼格林的底线空间 他们的挡拆有点像欧洲球队 并不依赖挡拆人的个人能力 而更体现全队都有出色的 攻击意识和处理球意识 帕克在邓肯的滋养下 不仅刷出了数据 也领悟了赢球的逻辑 冠金的逻辑 03年帕克见识到的东西 是蒙塔埃里斯整个生涯 没有机会体验到的内容 送第一空位回家的 其实是邓肯 波波维奇和马斯体系 而不是帕克一个人 帕克的实力 虽然克服了很多弱点 但是本质缺陷很大 他从根本上来说 还是一个依赖攻方的 一鸣八八后卫 围绕这种球员舰队 NBA历史上从来没有成功案例 13帕克已经是 最接近成功的一个了 但那年他的团队 和体系之强历史含有 他的中距离虽说练出来了 但是一个后卫 持球投中距离上线 肉眼可见 而帕克从来没有练出过 持球三分 他在生涯前几年 曾经大量增加三分出手 没想到越投越不准 最低一年只有27.6% 后期基本上不投三分 每36分钟不到两个 严重影响了他的挡拆威胁 而且这也影响了 帕克的无球水准 定点美国哥得分 也就一分上下 很难在不摸球的时候 提供比赛影响力 这种其实本质单一的 比赛风格 兼容性并不好 而邓肯 吉诺比这些兼容性 无比强大的球员 向下兼容了帕克 让他成为了 那个让第一空位 闻风丧来的人 完全发挥了他的优势 规避了他的弱点 另外帕克的防守 也是三个人里最差的 在很多年份 他也是马自场上 五个人里最差的 帕克的防守 主要是脚步移动快 擅长防守持续通过 可以跟着速度型空位 但是并没有其他突出强项 帕克防守距离性不错 非常稳健扎实 抢断率作为空位非常低 一句话就是中规中矩 而邓肯 吉诺比利 鲍文都是防阵 甚至敌POY级别的 防守大神 这点他也沾了队友的光 我认为帕克 生涯成功的关键要素 依然是他来到了马次 而这个环境造就了帕克 天赋年年有 而马次邓肯不常有 帕克很厉害 但是这支球队 让他突破了自己的天赋 让他成为了最好的自己 不是每个老大 都愿意化身二当家 来传钱技术有局限的队友 而帕克很幸运 他拥有历史上最伟大的队友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